第五届澳门汽车展、游艇展和第四届澳门公务航空展将于11月6日至8日期间举行。 日前主办方举办新闻发布会,南光国际会议展览有限公司会议展览部经理廖祈辉表示, 今年继续以豪江盛会为主题,以三展联动形式,整体规模再度提升。 三展总展触规模达11.7万平方米,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160余个汽车、游艇、公务航空品牌和相关产品参展。 预计三展观众达20万人次,刷新澳门会展业之最。 作为港澳最大车展,将集中展示千万级豪车、名车、收藏车、赛车等全系十多种车型的400余辆汽车。 今年澳门游艇展展出30余艘国际游艇巨型的最新游艇系列。 亦有澳门首届青少年OP翻船赛、大型海底世界摄影即时展等。 澳门公务航空展将展出18架国际主流机型。 展会首天并举行澳门公务航空发展论坛,同机还将举办航空科普讲座等。 相信本届会展将给市民、游客和专业观众带来一场更加精彩丰富的海陆空连展盛宴。